由于火势已经从屋内烧到阳台 还在扩大中 消防人员持续洒水灌旧 但这火却越烧越猛 现场浓烟不断窜出 建筑外墙被浓烟包围 还能看见顶楼有住户挥手呼救 消防人员冲入火场 不断有民众被救出 住户陆陆续续逃出来 还有妈妈抱着小朋友一脸担心 当中一名80岁的老妇人 被救出时伤势严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之后仍宣扣不至 火警发生在台北市通话街 住伤大楼 死亡的老妇人和媳妇住在五楼 六楼有三人被救出 七楼则有四人 大楼内除了住家还有健身房 药妆店以及超市 由于这边早上是菜市场 发生火警 摊伤也受到影响 像左边这台老板也住大楼内 前一晚做好的柜都放在楼上的仓库 但没办法上楼拿决定休息 至于死亡的老妇人就住在他们楼上 已经住了二十几年 一个老太太嘛 当然 发气很好的老太太啊 邻居说看到她总是感觉相当亲切 发生这种事大家都很难过 但这回到底是什么原因 发生火警酿成一死 火调人员都还在离情当中 TVBS讯论蔡明星原生的关系 泰卜龙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